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1月20日 悉尼AFC想乘风破浪 周六下午 新赛季奥执联首轮友好戏上演 悉尼FC做客挑战悉尼流浪者 悉尼FC过去几季多数时间都排在联赛头两位 其进攻一向强劲 最近一次面对悉尼流浪者也获胜 此番再次交战 悉尼AFC有望再次取胜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悉尼流浪者过去几季都未能闯入季后赛 他们只能排在倒数的位置 球队实力可见一般 不但如此 上季队内入球数前几的攻击手走了不少 让悉尼流浪者本就不强劲的攻击线再度削弱 他们进扑响破门难度都不小 再者 悉尼流浪者最近一次联赛对阵悉尼AFC也败下阵来 而且还被对手完成零封 此番再次交手 即使拥有主场之力 悉尼流浪者一难济厚望 阵容方面 中场基努巴古斯因伤必战 和主队悉尼流浪者不同的是 悉尼AFC近年来实力颇强 过去五个赛季就夺得三个总冠军 不过上季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在决赛一比三不敌 墨尔本城只能屈居亚军 球员心有不甘 悉尼AFC经济决心卷土重来 波宝和拿方族等主力球员依然留在队中 二人领衔的悉尼AFC进攻线威力无穷 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 悉尼AFC攻破对手大门难度不大 另外 悉尼AFC善于客战 上季 他们是客场抢分第二多的球队 此番面对各方面都不如己对的悉尼流浪者 悉尼AFC有力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好为米高苏奴因伤无法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